哈囉 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在這個劍潭捷運站 準備要去爬沙暴山 上七星山 然後因為我們下禮拜要去爬家民族 而且我們在上次爬荷歡西風的時候 覺得對登山的安全姿勢感覺沒有很足夠 所以我們這次參加這個阿丹旅遊 他們會有向導來教導我們正確的登山的姿勢 然後我們還準備了一人大概有10公斤的重量 準備要去負重來做一個負重的訓練 好啦 那走吧 好嗎 我們到了 後面就是七星山的告示牌了 我們剛剛就是從天母派宿所走上來 然後到這個天母的水管路的登山路口 那我們等一下會走到沙暴山之後 然後再下去 然後再往上走 走上七星山那邊 走吧 忘了看 現在時間是7點40分 六十到七十分鐘就到沙暴山跟山坡 中間一個兩點小修 好 好 好的 剛剛那位是我們這次的向導 那我們有兩個向導 一位是我們前面的向導 那另外一位姊姊是我們壓後的向導 貝林你看 它這邊就是因為旁邊都有水管 都有這個水管管線 所以它就會叫做水管路 它這邊一開始的路線呢 就是階梯的陡坡 這應該算是陡坡吧 應該不是算環陡坡吧 哇 前面的腳步好快喔 他們可是有上過初級班的耶 我們都沒有 現在走了大概10分鐘 然後這邊的街廳呢 就已經有變陡了 大概有到40度的左右 我們之所以會選擇這件阿丹旅遊啊 因為它這個登山算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要先爬過他們的初級山 課程才可以爬中級山 然後才可以爬高級山 對 就是讓你有一步一步的訓練上去 就不是只是帶團而已 就是說不是你想要報名哪個山都帶你去 就是你一定要先通過他們的初級 初級大概就是像是陽明山這條路線 然後中級的話就是 有像是過夜的 對像是加羅湖啊 然後攀岩用繩索的 像無聊艱難啊這種的 然後最後的高級才是百岳 對 現在就會帶大家去御山啊 或者是嘉明湖這種 對 那所以呢 來到這邊報名的話 就一定要先通過他們初級的路線 才可以報名中級跟高級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在初級的路線 其實這樣也比較好 然後下禮拜 我們就要去他們高級的路線 怎麼回事 但下禮拜是我們自己跟朋友一起去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他們這樣比較好 就是自己知道體能在哪裡 對 然後才報名 對 就不會真的很像是 哇我看到哪個地方好美 我好想去 我就報名了 然後就跟去了 然後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真的 你看前面那邊就有個很大的水管 水管路的水管 對超大根 哇你看那個水管 就這樣一直通到前面去 前面的巷島跟旁邊的一直在聊天 根本都不喘 都不用休息 現在時間是8點06分 然後我們到了這個自栽體 第一個休息的地方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背包啊 要怎麼樣調整 這肩膀才背的才對 背包的話 你如果說 盡量把這個地方 對 扣到你的寬骨 因為寬骨是我們人體 最大的關節 最有力量的 最有力量的 所以你如果放在這個地方 你背久了 你感覺在外面酸還好 但是肩膀痠 你就感覺越來越痠 對 我剛剛就是走到覺得好痠 對 你如果肩膀覺得會痛的話 要背上來一點 這樣拉 然後就調上面這兩個 這個是讓你微調的 你感覺好像 好像肩膀會痛 你就再拉上來一點點 把它收緊一點 把它弄得下去 一點點 就差一點點 你就有感覺了 接下來休息完之後呢 走一小段 會到這個平台這邊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往這個文化大學方向走 接下來這裡就是一段平路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會走到 什麼山 沙茂山 我們等一下接下來就會走到 沙茂山 這邊會有猴子嗎 剛剛像我說這裡會有猴子 很大隻的猴子 可是我們不能跟他對談 這段平路可真好 對啊 走起來真的像是在休息一樣 很舒服 在這裡就可以好好的路了 剛剛那個跌跌怎麼路啊 而且大家都走好快 但這條路真的很舒服 一條很平的路 很好走 然後左右兩邊都是樹 這樣子把你這樣蓋著 對 如果說你是夏天來的話 這邊也很舒服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大概有300多公尺的海拔 然後我們等一下到沙茂山那邊呢 是800多公尺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走到七星山 是1200多公尺 對 加油 那個同學呢 他跟我們說 在登山的時候不用喝太多水 因為會流失戒戒 然後可以含著煙糖 大家其實都是在休息的時候 才喝一點水 對 他那個巷島也都沒有在喝水 所以我在休息 或是口很乾的時候 喝幾口水就好了 嗯 因為如果說你喝水喝多的話 就會流失身體裡面的電解質 就很容易抽筋喔 對 所以可以靠鹽糖這個東西 來補充身體的電解質 所以其實在行徑中呢 可以喝的水 不用到那麼多 然後他就給我們一個鹽糖 對賺到 那一點我們真的是各種登山 然後東西沒有帶水 然後靠別人來救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 對啊 希望我們家迷糊的東西準備好 好不好 謝謝 嗯哼 參加這種團很可以耶 各種登山姿勢 對啊 長姿勢了 真的 而且這樣都不用沸很多水上去 真的 叮咚叮咚 然後如果說當你走到已經這樣 很喘的時候呢 你就要把你的腳步給放慢 然後腳走的距離放短 好 嗯 你怎麼知道 剛剛教練跟我說的 不知道 不然我怎麼會知道呢 很好 現在是8點40分 終於到了沙茂山的登山口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往左邊走沙茂路的方向 不是走文化大學 前面那邊就是沙茂山頂了 哪裡 你正前方的山頂 我們現在正在這邊 準備上沙茂山的登山口 我剛剛以為要坐公車 對 這個人剛剛以為我們在這邊是要等公車 這邊是在躲雨啦 笑死我的 我們的向達還會準備一些水果來給我們吃 來吧 去吃吧 謝謝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登山口前呢 就是要走一段這個沙茂路 那這一段路呢 會有很多車子經過 所以要走靠邊邊一點 要小心一點 學校到了 我的學校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上課啊 上到一半都會有雲飄進來 就是這種天氣的時候 文化大學真的超常這種天氣 對 沒錯 我都快忘了這種上學的天氣耶 如果說你也是讀文化大學的話一定懂 我不懂 這裡就是沙茂山的登山口 然後上去大概走50分鐘 他說這裡有點陡 我們剛經過了一個非常陡的階梯 非常累 剛剛那個教練說 越來越陡 嗯 然後我們現在只到0.2而已 嗯 走到山頂是1公里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認為 沒有離小小隻的 沒有辦法爬山 你們看他現在 在這個位置 海放我 剛剛教練說要用鼻吸鼻吐氣 不能用嘴巴吐氣 嗯 剛剛下面的教練也這樣跟我說 這樣子你的嘴巴才不會乾 嗯 這個他幾乎爬山都沒有喝水 那我還一直講話 好辛苦喔 然後你鼻子吸氣要吸到肚子裡面 你要有感覺肚子有在動才行 嗯 這樣才真的有吸到氧氣 才不會有那種頭暈的情況 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喔 好難不用嘴巴呼吸喔 這就是在訓練全天全肌重呼吸 教練說拐個彎就到沙茂山頂 走 現在的時間是9點40分 我們到了這個太子亭 那剛剛教練跟我們說 這個地方已經算是沙茂山的山頂了 那頂下呢 到前面才有三角點跟一個很漂亮的觀景台 但因為我們今天天氣不好都是白牆 所以應該只能看到白牌的東西 天下雨 你流汗也太誇張了吧 從剛剛那個太子亭的地方 走了100公尺就可以到這個沙茂山的終點 有一個觀景台 然後聽說在前面那個觀景台 天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得到七星山 這裡天氣好的話應該也看到很漂亮 但我們等一下上七星山 天氣不就更差嗎 更正一下 沙茂山的海拔是643 接下來我們就要走一小段下坡 然後就會到陽明山的公車總站 那現在的時間是10點19分 我們走完沙茂山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走七星山 對 我們現在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陽明山的前三公園 這裡很漂亮 對啊 那邊還可以泡湯耶 對啊 我覺得我們走完就在這裡泡湯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去泡湯好不好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啦 掰掰 開玩笑 到了遊客中心了 從剛剛那個地方到遊客中心 我們大概還要走20分鐘的森林步道 我們等一下上七星山是從這個苗圖登山口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先在這邊休息一下吃個午餐 再開始走 現在時間是11點11分 我們在這個陽星公路的一號兩亭這邊休息 在這邊吃午餐 然後我們等一下吃完午餐之後 就會繼續往七星峰那邊路線走 但是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我不確定我們等一下會不會真的走到山頂去 下大雨 對啊 聽說山頂的風很大 現在時間呢 41點40 那我們用完午餐 準備要從這個 苗圖登山口 對 準備要上去到七星山祖宮 然後 有幾公里 2.6 2.4公里 2.4公里 對 我們就上去然後再下 走上來不到五分鐘 然後想到說他要帶我們走這條路 原始森林步道 就沒有階梯了 耶 我最不喜歡走階梯了 想不到吧 在陽明山也有這種原始森林步道可以走 剛才教練跟我們說 走這種步道啊 要小心這種樹枝 這種樹枝就比較滑 不要踩樹枝 不要踩石頭 像這個 這裡真的是森林耶 雖然只是在台北市而已 如果在這裡迷路也是很危險 現在12點32分 然後距離七星山祖宮 剩下1.2公里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呢 繼續直走上去 就會到七星山的祖宮 好陡啊 你看看這邊 60度吧 太好了 我聽說我們去借茂斯大概有80度 我糟糕了我 我們現在剛過1.8 終點是2.4 真的是很累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是很累 你走太快了 我跟不上你 太厲害了 我們現在在2.2公里的這個地方 那現在天氣有點不好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避風 然後等一下要右轉是七星東風 然後左轉是祖風 看看我們後面現在風超級大 超大的 這個大風大雨的 真的 真的是很好練習 沒有的就快啊 真的 我覺得在這種地方 碰到這種天氣 那讓朋友的準備的話 你真的到了高山上面 碰到這種天氣 沒準備的情況下還要好 對啊 如果你在高山上 住個天 然後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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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還好我們在台北 然後下山之後 就可以趕快休息 沒錯 我趕快來戴個帽子 戴個毛帽吧 有時候這樣就來不及 所以我們大部分只要上登山口 微博 簡單的帽子戴都沒關係 只要我毛帽一戴 我就不會再脫了 又學到一課了 我沒有 所以到登山口前 就要先把微博 讓自己的脖子後腦勺 這邊有保暖到 那邊冷到的話 就是高山症就要中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微博 就連我這樣子 都會投進去 我們現在在這個2.27公里的地方 然後左轉0.15公里 就會到七星山主峰 然後右轉就是到七星山的東峰 一樣的距離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土峰頭 嗨到了 到了七星山主峰了 看看現在時間是1點22分 我們上去看看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人沒有到很多 好啦我們到了 後面就是七星山的告示牌了 我們在這邊貼上那個 我們上次拍的好天氣的照片給你們看 好啦下山 風太大了好可怕 我們居然會在這個天氣上來七星山 沒錯 這天氣應該去泡溫去 膝蓋容易痛的話 可能 你下山的話 比如說 有階梯的話 稍微有點彎彎的 彎彎的 彎彎的 如果斜的話 盡量用腳蹲先下 一般其實爬山都是用大腿 跟我們臀部 這樣的話 你才可以撐久 好 感謝 我們現在下到了 距離登山口1.2公里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走原路 就是走那個原始森林步道 下去 這邊的路線 跟我們常常去爬加洛普 蠻像的 就是這種 泥泥濕濕的 穿越了這個森林 快到了 快到了 頭都濕了 我總是流汗還是雨水 還是淚水 淚水應該在我臉上 Kerry 你看我們現在走這個原始步道 旁邊那邊就是正常步道 就可以看到那邊有人正常的在走 我們走這個原始步道 我覺得比較輕鬆 我也覺得比較好 這個腳就會弄很讚 對沒錯 嗨 恭喜 到了 回來了 好啦 現在時間是2點46分 我們回到了我們這個 七星山的登山口 我們這一次的登山結束了 我們這一次爬了大概 七個半小時 含休息的時間 休息時間大概中間一個小時 沒錯 雪大了很多 對啊 登山結束 我們在整理 然後放在下面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這一次 謝謝我們的 向導大哥跟向導大姐 有他們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 讓我們很安心 登登 那如果想要參加我們這個登山團的話 下面有連結喔 可以到資訊欄去報名 好那我們這一次的登山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就是佳明湖見 我希望我有那個勇氣去佳明湖 好 掰掰